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站海军时报 Navy Times 10月10日刊发了一份 关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巡洋舰下落号的调查报告 文章题为 I now hate my ship's surface revealed disastrous morale on cruiser Shiloh 报告中阐述了下落号前任舰长在职期间的管理混乱 而导致船员士气低迷 一名军官表示 鉴于目前水手的士气问题 距离军舰上发生可怕的事情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甚至有人形容这是一个浮动的监狱 一名心烦意乱的船员挨叹 我只是祈祷我们不需要真的去几落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 这份报告是关于下落号前任舰长 亚历商大艾库克 任职期间的指挥风气调查 艾库克在下落号上担任了26个月的舰长 这些消极的评论在整个调查报告中并不是各例 几百页的调查报告中有许多舰上水手们匿名写下的评论 包括自杀的想法感到疲惫绝望和忧虑 报告中提到船上的水手们对艾库克感到惧怕 因为一些细微的工作上的错误就会导致在港时间 被大幅延长 在港的时候船员只能吃一些面包和水来冲击而不能享受船上食堂 一名船员在匿名评论里写道这似乎是一项比赛 看看到底是谁先倒下船员们还是军舰 尽管下落号上船员们的怨气意味着这是一条存在着危险的军舰 但是当美国海军有关部门在强调舰长的职责时 并没有因为船员们的不满而解雇艾库克 今年8月30日在完成下落号上的任职之后 海军还为其举行了标准的指挥官换港仪式 下落号是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第21条 是第7舰队的防空作战核心力量 同时也承担了大量的对潮弹到导弹监视任务 甚至在关键时刻可能需要该船进行反导作战 今年6月下落号曾发生过一起船员失踪事件 一名叫做米纳斯的船员被通报失踪 军方进行了近一周的海空搜索之后才发现 他原来一直躲在机枪里 当时下落号的舰长就是亚历山大艾库克 通过海军时报的这份调查报告可以看出 亚历山大艾库克在下落号上任职期间 船员们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然而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他本人的升迁和发展